很多人都好奇大冬天去内蒙能玩什么 住宿不冷吗 景色好看吗 接待能力够用吗 其实冬天的内蒙景色异常精彩 甚至有些景色都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 你所感受不到的 我喜欢冬季内蒙有三个理由 第三个格外迷人 第一冬天是去内蒙玩雪的最好季节 开着越野车穿越临海雪园 或者带着孩子去认真打个雪仗 远比城市下的雪干净很多 第二冬天的内蒙游客不多 走到哪都不用排队 也不用为停车发愁 这个时候你才能更好地欣赏不一样的雪景 不论是大兴岸岭还是俄尔古纳河市地 第三冬天才是中国冷级根河最有魅力的季节 在这里你可以感受零下50度的露天动货市场 也可以体验室内外将近70度的温差 进屋穿T恤出门穿棉衣 大家好我是海风 这集视频咱们作为驾询内蒙游记的一个总结 我来回答大家最感兴趣的几个疑问 这趟行程是三个人一台车 总里程数是5911公里 车辆是纯速车 除了加装一套气梦之外 我对它没有做任何的改装 总的时间是15天 总的花费费用是12958块钱 朋友们你们觉得贵吗 加油花了5754元 平均下来差不多1块钱1公里 折合成油耗是12.56升每百公里 粗算和车上的表显大差不差 高速费花了713块钱 因为全程高速走的不多 即便是贯穿内蒙的省吉他通道 也没太长时间的走 沿着边境线走了一段331国道 不收费 所以高速费省了不少 餐费和住宿费分别是2861元和3630元 冬天的内蒙住宿不贵 即便是阿尔山这样的热门景区 单房价格也就100多块钱一天 环境还不错 总体算下来 三个人自驾旅行15天 每个人的费用是4300块钱左右 如果每年安排一次这样的旅行 你们是不是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呢 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朋友肯定都知道 我出去自驾旅行99%都会选择越野车 那选什么车和去什么目的地旅行 真的有很大关系 那如果要是去湖冠庸县以南的 这部分区域旅行的话 我觉得城市之间点对点的高速网络 非常发达 路况也还不错 所以选择三厢轿车或者是城市的SUV也是OK的 但是像我这样喜欢往人口密度小的地区走 我极力向大家推荐越野车 虽然油耗比轿车要高一些 虽然跑的没有轿车快 但是路上各种不确定性因素 越野车的应对能力真的要好太多太多 普通的越野穿越两区就可以 遇到长距离冰雪路面 挂上高速四驱也没问题 在特殊情况下的爬行或者脱困使用低速四驱 所以像我这样选择冬天去内蒙自驾旅行的 越野车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你要是有钱在东北换一套东胎 我觉得肯定没毛病 但是像我这样的哪都走各种地形地框都走的人 我觉得选择一个全地形轮胎以及四季胎 走这样的东北的路况 我觉得也没有任何问题 2020年去墨河北极村的时候 我是这么操作的 2021年还中国自驾旅行走到东北的时候 用了几个月 我也是使用的全地形轮胎 这次去内蒙全程使用的 也是BJ40原厂配的顾伯ATS轮胎 所以单单去内蒙旅行的话 一套全地形胎也能完成 这个轮胎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越野能力了 并且它还是比较讲究的 第一是跑沙漠的时候 胎壁它有一个加厚的处理 然后胎壁处地了之后 我们去跑沙漠 虽然它有点撵着走了 但是对轮胎损害其实很小 第二就是这个轮胎实际上 它有冬季认证 在这个地方 它是M加S M是MATRON 所以它是能走泥地 它具备这种排泥的功能 S是Snow 也就是说在冬天的时候 其实这个轮胎 它并不会变得帮帮硬 为什么我会觉得省钱 首先三个人的旅行 如果以一到两个城市为目的地 以城市为核心 在城市周边去玩耍的话 那OK 我觉得飞机加高铁这样的大交通 真的是非常省钱的一种出行方式 但是我选择了横观内蒙古 去看不同的风景 所以自驾相比于乘坐飞机火车落地 再租车的这种方式 开个越野车自驾旅行 自然是最省钱的 另外最好的风景 并不是上车睡觉 下车拍照就能看到的 这一路上很多让我挖赛的风景 都是发生在途中 例如翻越阴山山脉的时候 看个最美的日落 例如在黑山头的路旁 即兴打个走一宝的那种雪仗 再例如路过护林大哥的寻乎站里 暖和暖和 文文大哥炖的一锅大鹅 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自驾旅行的原因 在自驾旅行的道路上 我会一直走下去 三年前许下的愿望 或许今年就能实现了 为了开车自驾进北极圈 越野之道的北极卡车车队 已经整装待发 当然了 你也有可能看到他的身影 未来的视频真的会非常非常精彩 我值得你们关注 我是海风一个喜欢自驾旅行的越野人 如果你们对内蒙的这趟游记 有任何疑问或者想了解的 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或者是给我私信 我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回复大家的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